演艺圈中漂亮的女星多不胜数 但是许多出自中国少数民族的女明星 深邃的五官 美丽的脸孔 往往特别令人印象深刻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中国最美的十一位少数民族女星 谁更让你惊艳 一 佟丽娅 说岂能担得起 倾国倾城这四个字的美人 瓜姐第一印象必然是 母仪天下里的赵飞燕 长上一舞 明冻长安 而佟丽娅在剧中的一评一笑 俨然一副绝艳天下的模样 除了精致的五官和小巧的脸蛋 自幼学武的佟丽娅 举手投足都自带古典美人的氛围感 她后来也演过一些 设定为小家碧玉的古装美人 但经验程度远不及盛装时的十分之一 比起都市傻白甜 佟丽娅还是更适合 对气质要求极高的古装角色 佟丽娅在《爱无痕》中的造景很是惊艳 然而江湖传闻这部剧的母带被偷了 也不知有生之年 还能不能看到这部剧上映 二 热衣渣 在因为《甄嬛传》而受到关注前 热衣渣其实已经演了接近五年的戏了 她的轮廓流畅 五官饱满 气质独特 一双眼睛故事感十足 颇有几分文一封 只是成名后 围绕着她的不是对作品和演技的讨论 而是对她身材 穿衣方式的争议 热衣渣也曾深陷抑郁尼娅 直到长安市二时称和山海情的热播 才把大众的目光重新拉回了她的本质 山海情里热衣渣落泪的场景 算不上美丽 却让人共情 红了眼眶 正是因为如此 她在《白玉兰》中西拜三十而一里的童谣 才让人万分可惜 官宣生女后 热衣渣的气质除了凌厉 也多了些许温和 这让她变得更有成熟的魅力 三 戴斯 九一年出生的戴斯 如今也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八年有余 她的长相气质都很特别 虽然是浓颜 但自带清冷气质 眉目兼有骨子降劲 第二 完美适配各种小女和公主 真正让她被大众所熟知的 也正是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眼的一族公主胭脂 有情有义却爱而不得 颜值在一众美人里毫不逊色 二十一年的周生如故 戴斯又演了心有诚服的金真儿 造型绝美 颇有点风批美人的模样 本以为她的长相气质不适合接地气的角色 没想到在潘岳明和王屋主演的都市剧《新剧之约》里 《严骑水电弓孙宁》也毫不出戏 演技可圈可点 虽然出道以来戴斯一直没能大火 但在影视寒冬能一直有戏拍 演技也肉眼可鉴定有所进步 也许正是最好的状态 四 迪丽热巴 内余神言迪丽热巴 是当之无愧的女顶流 她也绝对当得起神言二字 少女时期虽然没有完全展开 气质偏向清纯 但几乎无死角的五官已经能看出日后的模样 而成年后的她 吞去青色变得光芒四射 绝佳的身材更是让她多了几分妩媚的风情 两次出演女明星高文和乔晶晶 完全不同的人设 一个娇汉一个清醒 但其中都能看出她自己的影子 每每出现在红毯上 迪丽热巴更多次凭借绝美造型成为艳冠群芳的存在 出场就自带高光 影视宗全面开花 堪称老模 她用行动向大家证明 自己绝不仅仅只是长得好看 五 鼓励娜扎 北影笑花鼓励娜扎从一考开始 就因美貌而备受关注 她一出道 就是胡歌主演的《轩缘剑》中的女一号 刘诗诗唐烟都为其作配 可谓是风头无两 只不过她的眼睛一直饱受诟病 不少人觉得她不是面无表情 就是五官乱非 还不如去当个花瓶 虽然是骂她的 但也不难看出 大众对娜扎的颜值还是十分认可的 除了和张翰的一段恋情 那扎热度最高的大概就是那个穷哈的出圈热梗了 好好的一个美女 一开口就秒变喜剧人 她的新剧《雪阴灵主》刚刚发布了海报 说不定不久就会定当 这一次她的演技到底有没有进步 瓜姐拭目以待 六 哈尼克兹和热巴 那扎的长相同属一挂的 还有96年的哈尼克兹 她是选秀出道 在国风美少年中凭借一只一梦敦煌 成功让不少古风爱好者记住了这个生面孔 哈尼克兹也是典型的浓颜卦 五官深邃 古相立体 艳光四射 可能是因为身上根深蒂固的古风标签 进入演艺圈后 她接拍的作品大都是古装剧 角色也多是神秘艳丽的一族女子 天舞季里性格直爽的沙国公主云山 千古绝尘里殷勤而逃的凤族首领凤雁 表现都还不错 但真正称得上代表角色的 还是电影《赤狐树生》里的英莲 她风情万种 美得不可方物 又偏然若鲜 十分出彩 初到四年 哈尼克兹身上的标签依旧是美貌 作为演员 任重而道远 七 蒋星 没想到华妃娘娘蒋星也是出身回族的大美女 她的颜值在娱乐圈可是十分抗打的存在 或许会有人觉得她有一点点胖 但从来没有人质疑她不好看 最开始认识蒋星的时候 是她在《天龙八部》中出演穆婉青这一角色 轻力脱俗 让见过不少美女的段玉都一见清新 众所周知 这部剧全员美女 而蒋星能靠颜值突出重围被观众记住 可见有多好看 蒋星的美 让她出演仙女这一角色都无人质疑 在欢天喜地七仙女中 蒋星出演古灵精怪的绿儿 剧中她在天空中飞燃后回眸的一幕 不知道惊艳了多少人 直到现在看到那一幕还是会被她的颜值所倾倒 八 于明家 长相绝美气质出众的于明家也是回族美女中的一员 她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 父母从小就对她精心培养 养成了她自信乐观的大方气质 让人一看就新生好感 于明家的美是多方面的 从长相来说 白皙紧致的皮肤 小巧的瓜子脸 明眸好奇 美丽却不显得艳俗 这种长相在表演上非常有优势 既能温柔似水 也能大气端庄 偶尔演起泼辣的女性也别具风采 于明家的一态也是她的加分点 小时候因为体质比较差 父母为了让她提高身体素质 送她去跳体操 后来又学习了舞蹈 这两段经历让她从小变身姿挺拔 在人群中尤其显眼 再加上她的长相 简直就是第一眼美女 且越看越好看 9.金晨 让很多网友意外的是 金晨也是回族女星 这一身份可是少有人提及 其实这也正常 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相比于她的民族 他们对她舞者的身份更为关注 金晨是学舞蹈出身 曾在著名的舞蹈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 是被记录在教科书中的存在 人生里里闪闪发光 她回族的身份自然没有那么多人注意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中 跳起舞的金晨就像是青铜局中的王者存在 根本没有别人能和她相提并论 金晨的颜值在娱乐圈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她身上有股拽拽的欲解气质 如果是不熟悉的他人 会觉得她全身都在散发生人物境的高冷气场 只有了解金晨的人才知道 她就是妥妥的搞笑女 笑起来毫不收敛 张扬明媚 10.刘诗诗 吴奇隆大概对回族美女情有独钟 前一任妻子玛雅说是回族人 二婚的对象刘诗诗也是回族人 刘诗诗因为出演了《仙剑三》中的龙奎 受到了广泛关注 在剧中她的身份是王国公主 一出场的时候虽然穿着一身破衣 但难掩她高贵的气质 真正体现出了公主应有的姿态 刘诗诗长相清纯 没有那种艳丽带来的冲击感 饰演古典美人属诗诗得心应手 尤其是画着淡雅青装的时候 就像是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 气质出尘 在娱乐圈也算是独一范儿了 刘诗诗的优雅还得应于她挺拔的仪态 她学芭蕾舞出身 从小便身姿挺拔 天鹅景优越 站在人群中就像是白天鹅 自带高贵滤镜 看了她的身姿之后 不少女生都想要学芭蕾 太好看了 11.李兰迪 95后小花李兰迪是回族美女在娱乐圈的新生代表 因出演电视剧你好 就时光中的女主于周中一角 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喜爱 很多人至今都对她有于周周滤镜 李兰迪的长相在娱乐圈称不上大美女 但胜在气质独特 阳光照耀在她的脸上 让人一下子想到青春时期初恋的感觉 忍不住心跳加速 不过胖了的李兰迪可就不受人喜欢了 在出演电视剧梦回时 李兰迪整整胖了一个圈 脸颊两侧像充气馒头一样膨胀 硬生生将她身上的初恋感破坏没有了 剧中有一个镜头是将她平压在凳子上 李兰迪就像是在雪地上滑行的企鹅 画面十分搞笑 也就是因为这一幕不少人觉得她不好看 其实只要李兰迪能瘦下来 颜值还是不错的 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出生于新疆的这些美人们 大都五官深邃 眉目多情 笑起来如阳光般灿烂 希望各位漂亮姐姐能够多拍戏 拍好戏 以后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